幸福其实很简单 我们从无数次的路过它 却对它视而不见 爱可以是行动 爱可以是歌声 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勇敢表达 跟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 我从未停止行走 一路向前 步伐深远踏实 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处 我一直热衷表达 但会说 只能迎个掌声 会听 才能唤起 别人的心声 从嘉明到嘉明歌 绕着世界回到起点 蜕变的是阅历 不变的是真诚 我是李嘉明 跟我一起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分享爱的力量 让我们向幸福出发 当时我记者哥哥的眼神 他看到我的时候 眼里散发 平时看不到的光芒 好像我就是他的希望一样 说明你的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和责任 就是好好照顾你的妻子和你身边的人 不让你这样 也没有什么样的爱 我只能看到的 我只能看到的 我们不得不变 我只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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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离山门 把爱唱出来 唱出来 我想要说的话 唱出来 把说不出口的话 唱出来 把藏在心里的话 唱出来 爱要大声唱 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 唱出来 把说不出口的话 唱出来 我唱在心里的话 爱要大声唱 唱出来 想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现场回练习 进行的观众们 欢迎大家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 谢谢月妹老师 本来牧师由 婚庆黄金9999参加 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 婚庆黄金9999参加 鸳鸯金楼 邀请您参与到 我们的即时互动当中来 只要你拿起手机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 两对夫妻 一对亲兄弟 还有一个不是一家人 甚至一家人的家庭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讲述 来感受爱的力量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上场的是一支组合 他们同样用歌声和各位打招呼 有请 亲爱的妹妹 你听我把话说 你说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衣 不论路平坦 还是多坎坷 相声尽是我要和你一起度过 亲爱的哥哥 我也要把话说 你说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心一颗 oh yeah 不管明天的太阳上河落 爱的承诺我牢牢命迹在心窝 我和你相亲相爱百年好客 分享着所有幸福甜蜜和快乐 雨在大风在狂 不能分你你和我 两颗心永远爱得像断混烫的火 我和你缠缠绵绵百年好客 收起收我们一起走亲爱的哥 谁在声浪在街 心与心觉不分隔 我永远爱着你 你永远爱着我 亲爱的妹妹 你听我把话说 你说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 一朵 你是不平淡 还是多坎坷 今生尽是我要和你一起度过 欢迎天席果组合 组合的名字很有意思 叫天席果 这名怎么想的 其实这个组合的名字啊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天生一对 然后喜上眉梢注定结果 就这样天席果 真奇想啊 听这个组合的名字 在看刚才他们唱歌那种你浓我浓的情形 就是你们俩一对是吧 这还用问吗 她是我的一半 她是我的另一半 结婚了 还没有 谈恋爱多久了 五年 哇 有这打算吗 当然有 录完咱们这个向幸福出发 我们就领证去 这个 这说的我们压力好大 您说的刚才这句是歌词还是台词 还是你的表白 是真的 那就对着那边说 那我先坐过来 录完幸福出 向幸福出发 咱们就去领证 咱们就向幸福出发 这太早吧 重新地点了 我们才上来聊天 刚认识 我把证发给你们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恋爱有五年的时间了 先说说你们两个人 谁先追了谁咧 2010年六月份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北京刚创业 然后自己呢 做了一个 就是音乐工作室 然后他呢 那时候大学还没毕业 然后后来他就经常去 我们那个录音棚里 给其他的歌手录小样 就这样认识的 认识之后呢 其实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其实了解他的人 知道他的人都知道 其实他平时电话里 声音都是特别甜 他经常就是 志明哥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 然后后来 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那边就 半天都没有声音 然后后来我就想怎么了 就这样 然后他在那边就哭了 然后哭了 我就问他 我说 什么事啊 为什么哭啊 他跟我说 就说 就半天就吞吞吐吐的 就说 志明哥 我那个受欺负了 然后那个 我在这边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那个房子到期了 你看 压二负三 两个月的押金 有押金 中介不给退 他就在那个中介 就特别着急 就这样 然后我当时吧 也是 其实一直都对他有好感 后来我就 机会来了 表现的时候到了 然后当时我放下电话 以最快的速度 然后直接奔向那家中介公司 我就把那个 我们东北爷们那个劲 当时我就拿出来了 我当时是 一脚把门踹开的 进去 有一个业务员 当时就在门口 他就说 你好先生 您找谁 我说你们经理在吗 我很淡定 他说 我们经理不在 您有事跟我说 我当时一句话 我指着他 我说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后来 后来我是 我一抬头 我正好看见那个 经理是几个字 当时我就把门推开了 就这样 然后我看见有一个 写着经理牌的 有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站着坐着 我说 我妹妹租了一个房子 他听说在你这 当然表情要比现在严厉的多 因为我的话讲 就是连威胁带恐吓了 钱要回来了吗 钱一分不差的 对 要回来了 所以这一段属于英雄救美 没错 这个打动你了吗 当时 肯定会 当时这个事情解决之后 然后心里面 第一个反应 对他的印象就是 特别爷们 然后特别 我觉得他特别有勇气 然后也很有安全感 这个女生 我觉得女孩子都会这样 其实平时就受不了 别人欺负女孩 真的受不了 更何况是我喜欢的女生 来源于生活 接下来呢 两三天之后 然后来那个 我请他看了一场电影 哎呀 这进入 这是从刚才那个戏进入这个浪漫的这个环节了 就更进一步了 看了什么电影 那一年是 人在九屠 人在九屠 很搞笑的一个 戏剧片 戏剧片 你应该带他看恐怖片 恐怖片 他没有档期啊 其实他最让我动心的那个 是一点点之后 然后相处当中 我发现他是一个 非常有孝心 非常有责任心 然后有上进心的人 其实这是我对一个男生的一个 我觉得从我内心当中一个标准吧 然后我觉得他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呢 就是 在心里面有了这个好感之后 然后他 他不是会唱作歌曲吗 然后就 总给我写歌 就是 女生一般都很吃这一套 特别欣赏有才华的人 然后写歌 你又觉得 哇 好帅啊 又是为我写的歌 你想想 那种歌 什么歌 这个歌也算我俩的定情歌 哇 什么歌 这个歌名叫贝美 贝美 来给我们唱一首好不好 我只听过贝爽 没听过贝美 暖风吹来花土蜜 满眼橙色观不出的香味 财铁 带蜡飘 彩蜜偏 总飞 你和我成刷又成对 你的真爱像潮水 让我的心 陪你一起陶醉 今生今世 永相遂 你和我把那幸福吹 有你来作物陪 我的心本美 就像喝了甜甜的米水 与你相依偎 我的心本美 想为热乎乎缠绵我心扉 有你来作物陪 我的心本美 就像牛郎般的侄女陪 与你相依偎 我的心本美 永远做你的心本宝贝 谢谢大家 你知道你们俩在前面唱 我们俩有什么反应吗 请坐 请坐 我特别需要一根外套 那鸡皮疙瘩啊 这疙瘩什么心肝宝贝啊 什么我对你的爱如潮水啊 但是要特别感谢 志明给电视机前的 单身男青年上的恋爱的这一节课 记住了吗 最管用的三部曲 第一 受欺负的时候 一定要挺身而出 第二呢 让安抚情绪要看电影 第三 你要有才华 再为她写首歌 这三部曲 就直接奔到心肝宝贝那去了 所以 待会节目录完 就准备去领证了 那她求过婚了吗 求过了 求过了 对 求婚肯定是求过了 然后不过 今天我也给她带了点礼物 因为我家娃娃特别多 什么娃娃 她喜欢娃娃 然后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们逛街 其实我俩有的时候 也会 小生气一下啊 就这样 然后有一次逛街呢 她就看上了那个 那个叫萌萌奇 啊不是 萌奇奇 萌奇奇 然后就这样 是什么呀 这是那个 那个你不懂的 那个是我们 小女孩喜欢的 对一个 这大老外 特别可爱 这是很可爱的一个 像 很萌 对很萌 萌奇奇 是不是跟国际象棋很近 就是她脸上 有好多小雀斑 很可爱 然后 有时候 就是嘴里还会 嘟一个奶嘴 逛街的时候 就说我喜欢那个 然后那次我就 就没给她买 但是她其实 一直想要那一对 然后 我 前几天的时候 就偷偷地给她买了 你正好给她看看 普及一下 什么叫萌奇奇 来 好 你买了两个呀 一对 一对 见过吗 真没见过 这是女朋友喜欢的 也是 未来的老婆喜欢的 所以你就放在心上了 今天特别买的这个礼物 要送给她 怎么送礼物 总得说点 歌是算不垃圾了 话你也得说到点上 其实我们也是 真的想把我们的这份幸福 算是秀给大家吧 太过分了 但是 秀幸福 一路我 还是比较感谢她的 就是 能够在我事业 最低谷 最低谷的时候 她那年才18岁 一直都是不离不弃 然后不满不愿地跟着我 然后在我事业上 最迷茫最迷茫的时候 她能够给我温暖 我觉得 就是我这辈子 最幸运的事 就是遇见了她 虽然 其实大家看着我们也很幸福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些 是那种内疚的 举个例子 今年过年 我的准岳父 病了 很严重 我作为一个准姑娘 我竟然在家里发生 最难最难的事情的时候 我竟然伸不上手 我一点忙帮不上 那种束手无策 我就觉得自己 很没用 今天既然到这个舞台 这句话我也一直没有跟她说 所以我就想 其实我想说 曾经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一个院长 我们说了一句话 然后从我12岁吧 然后到现在 我一直记得那句话 就这句话这么说的 人生就像一杯茶 它会苦一阵子 但绝对不会苦一辈子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 大家认为是苦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觉得是苦 因为我觉得 只要我们有信心 然后更何况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 天喜果 出来唱我们的原唱歌曲 然后想传递给大家的 全部是很 很正能量 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会很开心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信心 什么困难都不是可能 多好 他们俩刚才 实际上是给我们再现了 他们也许在家里面 经常会发生的这一幕 要强的男人 他一定会有 犹豫的时候 甚至是他自己 感到彷徨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爱人 来安慰他 来鼓励他 这就是夫妻 这就是伴侣 赶快去拿证吧 别耽搁时间了 赶紧唱歌 唱完歌去拿证 好吗 好的 那就再唱一首 我们的一首原创歌曲 也是希望能够 让天下人都能幸福的一首歌 叫幸福之书 送给大家 谢谢 祝你们幸福 画着幸福的符号 收藏你对我所有的好 誓言永远不忘掉 爱把两颗心紧紧记牢 写出幸福的目标 写出幸福的目标 付出真心让你感受到 承诺今生不多逃 让爱在你我身边围绕 你是我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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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依靠 我想和你一起幸福到老 给你爱给你笑 幸福之书刚刚好 澎湖 澎湖你寂寞 你寂寞 澎湖你寂寞 你是我的宝 你是我依靠 我收到了幸福 浓浓味道 每一分每一秒 幸福之书皆皆高 爱情的火苗 在心里燃烧 神圣豪 写出幸福的目标 付出真心让你感受到 承诺今生不多逃 让爱在你我身边围绕 你是我的宝 你寂寞 你是我依靠 我想和你一起幸福到老 给你爱给你笑 幸福之书刚刚好 澎湖你寂寞 已久的幸福 你是我的宝 你是我依靠 我收到了幸福 浓浓味道 每一分每一秒 幸福之书皆皆高 爱情的火苗在心里燃烧 神圣豪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伟伯人叫陈宝红 在她身边的张女士呢 是她的爱人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你们今天穿的是 你们少数民族的衣服 是哪一个民族啊 我现在穿了乙族 乙族的衣服 所以今天你们穿了乙族的衣服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么隆重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带来属于你们少数民族的歌曲 会唱吗 会的 来一段吧 来一段 您跟太太一起唱吗 还是太太唱 我们定该唱吧 可以分开唱唱两首 她来一段 我来一段 好 来 夫妻对歌 来 夫妻对歌 哈哈 一起唱唱 这 ought 是 我 这个 他是 他 可以 是 我 他 他 他 这不可,那得了,我得了,现在在那里,现在在那里,现在在那里,多如远。 来,太太收个尾巴。 这不需要尽管,在那里,再来,多如远。 在那里,早上就留着,我得了,我得了. 是个读鸡,我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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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小小小,他不得了,他不得了。 一位,他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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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干嘛这么一下子搞到这么一样的我那么想到 他不太接受就是一个意外就让宝宝变成这样一个样子 觉得一个如此善良的人为什么老天会对他如此不公平 我想先问一下陈先生 您第一次见到张女士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敢面对 不敢面对 觉得他漂亮 对 因为我不敢想象 不敢想象自己可以和他在一起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事情改变了你们呢 我攒了半年的咱们国家的鸡宝 攒了一千块钱 所以我说我要帮助他妈妈治平 其实你帮他妈妈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对这姑娘 虽然不敢 但是就是有喜欢的 我也是还没见过你 没有见过 对对对 只是觉得他需要帮助 对对需要帮助 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是个好人 谢谢 那怎么样你们两个人就慢慢的走到了一起了呢 后来呢 一几年吧 我到过去签货 一二年那我二哥对吧 山顶爬爬 他已经不幸运了 后来他看就是我和我父亲 七十多岁 我妈妈也七十多岁 他就每一个礼拜来照顾我一次 帮我单身洗衣服 后来就是在一个月以后 两个月他都搬到我家里住了 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你们是属于那种日久生情 患难见真情 对对对 患难都走出来的 我相信你刚刚起初去照顾他的时候 可能也没想着要和他成为夫妻 这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事让你决定 这个人我是可以嫁给他的 我决定下来 他妈妈年纪大了 爸爸年纪很大 如果没有人照顾他 他永远的那么好不了的 现在他他又自己走的 到几步 原来我到他的家里面时间 他走路的走不了的 当初你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躺在床上的 对 他是不能自己走路的 不能走的 很大 那这个变化真的很大 对 那你家里人同意吗 我叫你妈妈不同意 现在妈妈不同意 但我爸爸同意了 爸爸是从小 这是一个小孤儿 他给你递纸巾呢 陈先生虽然他可能身体有很多的障碍 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男人 在这个时候 他知道可以第一张纸巾给太太 谢谢 他们俩的故事很简单 很平淡 但是你仔细回味一下 他里面内涵很深 宝宏当时别人介绍你们俩认识的时候 介绍小孤儿认识的时候 你是没有见到他本人 但是你只是了解了他们家里的情况 妈妈生病了 你就把自己攒的那一千块钱 对 交给了对方 对 所以那个时候那一千块钱的帮助 你没有考虑到你们俩能不能成 你只是觉得 那些我没想到 他们需要帮助 对 他需要帮助 然后小孤儿就开始 干多了 每隔一周来照顾你一次 也像朋友这样相处 对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靠那个低保 对 嗯 还做其他的事情吗 没有 但是有时间我老公 我老公在家里面之前我被那个土豆去卖 以背土豆去卖 对 嗯 有没有地方会就是那个山区 自己用那个背的 嗯 今天陈先生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心里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能告诉我们是谁吗 实际上我从特别起来 我还是非常感谢金华的老舅娘 老娘舅 嗯 因为通过他们的媒体报道 好 然后我运达到我 邵伟龙大哥他也在场 嗯 他一直影响我走到这么幸福的路 我非常感谢邵大哥 嗯 他在经济上帮了你们家庭很多很多 对 所以今天邵伟龙大哥作为接收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掌声有请这位好心人邵先生 你好 你好邵先生 怎么会认识这一对夫妻的 呃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 我叫邵伟龙 呃我在浙江金华一家公司做外贸业务 呃 那今天其实我是带着一颗呃 忏悔的心 同时一颗感恩的心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怎么叫忏悔的心 呃 怎么说呢 我今年41岁了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的 这么多年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在家里我是小儿子嘛 所以我父亲可能从小比较宠我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更不是一个好爸爸 但是 今天坐在现场的这对夫妻 他们改变了我的 人生观 价值观 为什么说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 不是一个好儿子 啊 我原来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嗯 我是一名初通英语老师 然后出去闯荡 也出过国啊 后面做了外贸 2005年 06年嘛 那时外贸做的也不错啊 那当时经济上也 自己也不错 收入比较高啊 还买了车子 但是我 就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段时间可能交友不胜嘛 我揽上了赌博的恶行 在国内输了不少钱 其实在国外 在非洲 我也没想到 在那边做生意嘛 也碰到一帮 就是中国的同胞 跟他们赌博嘛 当时也 又输了很多钱 你输钱这些事情 家里人当时都知道吗 可能我父母亲不知道吧 我哥哥应该知道吧 我已经 最后已经 惨到什么程度 就是连回国的机票 都没钱了 都打电话给我哥哥 就这样才回来的 2013年我就选择到 京华有个叫孝顺的地方 中秋节前夕嘛 我看看到一则新闻 让我很震惊 就是说有有标题 就是一个男友就患怪病嘛 而女友却对他不离不弃 而刚好他们的位置所在位置 就是我工作的那个那个镇上 所以我当时也非常的好奇 我就带着我的同事去看他了 给他当时带了月饼 刚好中秋节嘛 然后我们随身给他捐了钱 那当时走进他那个房间的一幕 就让我很震惊了 他们租的就是非常小的 几平面的一个农村的那个房子里面 然后他是躺在床上 吃饭都是他的女朋友喂他的 然后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有一点真的感觉很震惊 真的被他们感动了 同时我在想 像他们这种情况 都能够那么积极热观的面对生活 那像我 眼前这么好的幸福 像我父母亲也六十几岁了 都拿着养老金了 我家里花金很好 然后我太太也挺漂亮 儿子也很聪明 我儿子写作文写得相当好就是 但是我这么多年可能从那次赌博之后 我一直在回避 我一直在逃避责任嘛 也没有好好地跟父母亲沟通 也没有好好地关心我的儿子 这对夫妻出现在您的生活中间 让你明白了什么 让我明白 我觉得人活在世上 可能很多人为了追求金钱 名誉 甚至别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人活着 就简单地说 活着我觉得活着就是幸福的 你帮助这个家庭有多长的时间了 从去年的中秋节一直到现在吧 因为当时我是这样想 因为他那篇报道也在我们当地 也有很多热心人去看过他 甚至有一家企业也为他捐助了两万块钱 但像他这种家庭状况 如果单纯靠社会上来资助的话 也许永远解决不了他的生活问题 那我就每个礼拜我就去看他 每个礼拜都去 我以后每个礼拜都去跟他做朋友 跟他交心啊 跟他聊啊 那我发现陈宝红这个人 他的实度你们可以发现 他很有想法 实度很敏捷的一个人 很聪明的一个人 而且很多方面跟我也有点相同之处 比方说他也是热爱音乐 他会写一首比较好的毛笔字 哦 对我们当时在去年在云南比赛时候 他当场就写毛笔字 他其实挺有才的 而且他自己还会写歌词 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换另外一种实度来帮助他 就好像有句话说的 教人给人家鱼不如 教人家怎么去捕鱼 好像有这么句话 对有这个意思 然后我当时就刚好看到我们央视网站 在云南昆明有个选拔赛 就是我们向幸福出发这个栏目组 然后我马上就把他们两个的情况写成这个材料 就寄给给节目组 所以其实你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 给他们找到什么 或者是能够给予他们什么 我想向央视向幸福出发这个节目 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在我们国内 这个节目是有别于其他的这种选秀节目 因为而且真正是为老百姓提供这么个平台 是把老百姓做平凡的故事 讲述给每一位 你就说你的想法吧 你这样夸我们节目 其实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但是看得出来你也挺开心的 我们节目就是真实 对 最简单的一个想法 我就是想因为他在金华这个 我们这个小地方嘛 我想央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他的故事一播出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来看到 无意间看到 那我想这当中给他能够帮助他的人会越来越多 是吧打个比方给他有好心的企业 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啊 甚至说他以后能够通过他的故事走上更多的舞台 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上有收入 第二方面他的故事肯定可以去感动和鼓励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我觉得每位企业用了我们陈先生一定不会亏 为什么这两个人其实内心是非常相信美好的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把美好带给别人的人 就要帮助我们的陈先生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这样的机会好不好 我们全场一起来祝福这个家庭 宝宏 我觉得你很幸福也很幸运 对 我觉得我幸福 你遇到了一位陪伴你一生的妻子 你还遇到了其实邵先生是你人生中的知己 因为我在想大家捐款 这些钱当然会对于你们的物质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他走进了你的精神世界 他每周来看你 你们俩像兄弟一样像朋友之间交流 交流音乐交流书法交流人生 你现在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充实和饱满 而且邵先生很有心 他现在相当于是你的经纪人和推荐人 走上央视的舞台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让他走进更大的世界 交更多的朋友 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 所以他们今天其实是相互感谢 夫妻俩是感谢邵先生 邵先生要感谢他们 朋友之间这种影响和改变 就是相互的 你有什么话要跟邵先生说吗 要不把帽子摘一下 要的可以可以摘一下 我还是非常谢谢我大哥 为了大哥的带领 我也不会跑到我们向西夫出发这个景色 谢谢大哥 咱们哥俩以后 有福同乡有难旁 大叔 好不好大哥 这就是兄弟之间的话 宝宏我很感谢你们平时 每周见一次面你们聊些什么 聊什么聊得最多 他一直还是鼓励我 鼓励你 他说只要你爸爸给你的生命 你要活下去 他当时在我们云南选拔赛的时候 他写的那个字就是说 活着就有梦想 有梦想就希望他发出内心的 等等宝宏 你刚才在和邵大哥聊一下的时候 他鼓励你 你的生命是你父亲给的 要活下去 这话里有话 你之前是不是冲动过 有过 什么情况下 因为为了我不让我老婆再吃苦 我从五十米的悬崖上跳下去 等等 为了不让你老婆再吃苦 你从五十米的悬崖跳下去 你这什么逻辑 所以我想我死了 他才能够幸福 他是这么想的 小燕当时这个事发生了 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这么大了 爸爸妈妈把你拉那么大 不容易 不能死 我说人 只要活着才好 我让你死了 你死了 爸爸妈妈年纪这么大 看他怎么过下去的 我怎么给他说的 当时我把他背上来的时候 是你把他从悬崖上背上来的 对 他那个脚画的一大个壳 那个血长流嘛 然后把他背到我们那里 我得请那个 我们那里是山群 我请那个二人才把他偷去 我那个山羔的 陈宝浩浩 我跟你说 你得像个男人好好活着 好好好 我一定要活下去 事实已经证明 你的命是不容易被拿走的 在我里头砸了你的腿 没有你的命 你五十米跳下去 也没有你的命 对对 说明你的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和责任 就是好好照顾你的妻子和你身边的人 好好活一遍 我一定 今天陈先生是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我知道您和邵先生已经成为了很好的兄弟 所以献哥这个环节可能是邵先生作为代表 把心中的爱大声唱出来 其实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我认识他也是缘分吧 我想今天也送给陈宝宏夫妇 同时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好心人 一首郭峰老师的永远 祝大家永远健康平安幸福 练习止调 在哪? 一首郭峰老师的永远 想永远 在哪? 莫子兽 一首郭峰老师的永远 王宏夫妇 奎余去这杯酒 往事涌向心头 让我为你唱首歌 今日的享受 明日的相逢 一路顺风多沉重 同饮这杯酒 曾情涌上心头 愿有一天长地久 难忘昨日消 难舍今夜泪 我们永远是朋友 无论在天涯 无论在海角 我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方 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 无论在天涯 无论在海角 无论在海角 我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方 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 谢谢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本栏目是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 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婚庆黄金9999专家 鸳鸯金楼 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的 集市互动当中来 只要你拿起手机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接下来有请委托人赵磊 欢迎赵磊 欢迎赵磊 赵磊今天是在哪里做警察 我现在工作在兰州市 拱江安究竟大队 今天您作为委托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您想要感谢的人是谁 我想要感谢的人 是我哥哥赵凯 1996年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遇到了车祸 颈椎严重受损 全身塌祸 再也没能起来 然后 当时就感觉到 家里的顶梁柱就 忽然倒下了 在那年的11月份 我爷爷也去世了 那年你多大 那年我三岁 我哥哥五岁 在1999年的时候 不堪负重的母亲 和父亲协议离婚 然后当时家里就只剩下 哥哥我还有奶奶 哥哥从小都比较疼我 他不让我做家务 基本就是他和奶奶两个人 在照顾着父亲 年轻八岁的哥哥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当家了 所以其实在你的印象当中 家里的顶梁柱就是哥哥 对 哥哥就像是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一样 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 奶奶因鸡劳成绩 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12岁 哥哥14岁 在处理完奶奶的后事 哥哥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弟弟你一定要好好念书 为我们争口气 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 但是后来 第二天他给爸爸说 他要辍学 他要在家照顾父亲 照顾我 那个时候哥哥还是14岁 还是一名初中生 我哥哥14岁 当时他初二 我初一 他就决定放弃学业 对 就是为了要照顾父亲 而且要把所有的家里的能量 要用在你身上 对 当时我记着哥哥的眼圈 就是平时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感觉特别无助 特别迷茫 但是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 眼里散发 平时看不到的光芒 好像我就是他的希望一样 爸爸躺在床上有多少年了 爸爸是96年出他的车 我现在已经19年了 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现在身体状况好多了 然后在哥哥的照顾下 爸爸从来没有升过入床 就是每次哥哥出门上班之前 都把药和开水放在爸爸床头 然后还要嘱咐邻居照顾 因为当时我应该是去学校了 回来的时候 基本都在哥哥照顾 平时哥哥要给父亲喂饭 喝水 照顾父亲上厕所 最难熬的就是 每天晚上 每隔两三个小时 都要替父亲翻身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睡整觉 就是 然后就因为这样 哥哥睡觉特别轻 每天啊 就是房子里面稍微有一点小动 他就 他就会跑过去看 就是以为是我父亲打不舒服了 跑到父亲床边看 然后 每次给父亲喂饭的时候 就用勺子 把饭打碎 然后一勺一勺给父亲喂 我记得 那是 我们刚到 刚到县城的时候吧 那是08年 我考上我还线一中了 哥哥为了尽能照顾父亲 又不耽误我的学习 能让我方便一点 说住校环境不好 我又吃不好 就带着全身120块钱 推着给父亲自制的那个笼椅 后面挂的是锅耳瓢盆 我们家离县城是15公里的路 我和哥哥推着父亲 走了15公里的路到县城 因为当时刚下来 没有经济收入 不知道干什么 我还要上学 哥哥就是捡过破烂 在工地上打过零工 在菜市场卖过菜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哥哥从工地上 他刚开始去是抱砖头 磨砂酱 特别累 身上全是汗 回来以后 双手不是水泡 是血泡 红色 他回来以后用针 把给父亲翻完身 自己翘翘到房子里面 用针把水泡 那个血泡挑破 然后做简单的处理 这样他又去上温了 他从来在我们跟前不含苦不含泪 但是 我和父亲都知道 家里就苦了我哥哥一个人 做警察是哥哥的梦想 还是你自己选择 做警察 我哥哥他比较喜欢这个 不用人和警察 然后我也想着警察的工作 可能就是稳定一点 我是警校毕业的 毕业以后就考到警察这个职业 稳定一点 有个稳定的收入 我想着可以帮忙照顾家里 当时工作考到拦住了 离我们家是七个小时的车程 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假期 回不去 我就想放弃这个工作 因为警察特别忙 我想着工作要是考到家里那边 可以帮哥哥分担一点 就是照顾父亲的责任 但是 哥哥当时就对我说 现在工作不好考 工作压力特别大 你考工作不容易 反正只要你好好的我就好 现在 家里哭我一个不要紧 不能把我也 就是关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面 他还想他跟我说 说是我还指望着你出息了 以后带我到 带我见我和爸爸去兰州 他就希望我带兰州 因为兰州是神会城市 就是对我好一点 哥哥确实对我们家贡献特别的 所以从哥哥14岁那年 决定放弃自己的学业之后 他就开始工作 他的所有的收入 不仅是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 还要给你提供学费 对对对 所以你最后高中考上警校 最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工作多久了 我是去年毕业的 去年毕业当年就考上了 就是我就想着就是在大学加把劲 不要毕业以后考不上工作 就给家里带来更多的压力 就是努力了一把 然后毕业当年就考上工作了 所以穿上这身帅气的警官的 这个人民警察的服装 现在也应该是时候 向哥哥说一声谢谢的 对对对 来我们掌声有请赵太 哥哥很帅气啊 来请坐 哥哥的这身制服您好 也很眼熟 人民邮政 对对 您能请请坐请坐 您能介绍一下您现在的情况 我在我们甘肃庆阳寺 环西邮政局 大一名普通的投帝员 真好 其实你看哥哥的这个身形 并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 哇这个家庭所有的淡在身上 是很强壮类型的 但其实他是类似 还有点腼腆 而且我这个角度看啊 哥哥穿警服应该也很帅 其实我觉得哥哥腼腆 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就以前有人跟我哥哥 介绍过对象 是朋友 就是亲戚跟我哥哥介绍过对象 然后当时就人家姑娘说是 我们家庭情况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爸爸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哥哥就是特别生气 可是你嫌弃我都行 你哪怕骂我都行 不能说我爸爸半点坏话 我爸爸怎么得不让你照顾 我这辈子哪怕不结婚 我也让我帮我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不让我爸爸受半点委屈 就是从那以后 他给亲戚好友说 再不要跟我介绍对象 我怕人家嫌弃我爸爸 从那以后反正 几乎和女孩从来没说过话 特别勉腆 赵凯能冒昧你今年 今年24岁了 24岁了 你现在当着弟弟的面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你14岁的时候做的那个决定 你现在还能记得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当时家庭情况也不是怎么好吧 爸爸基本上和残疾的职务人一样 只是这个头可以动 条件不好 两个同时上学是不可能的 我是当哥哥的 必须是我来做这个决定 你觉得是应该的 对 今天看到你身边这位帅气的弟弟 成才了 成人了 你什么感觉 我很骄傲 自和 弟弟也给我和爸爸争了一口气 没错 爸爸依然在你的身边 弟弟也成才了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你幸福的源泉和动力 是的 弟弟今天来到现场要表示感谢 刚才你也说到了哥哥曾经相亲失败了 对吧 你特别把这事罗列出来 你是不是 我就想在今天就借助向幸福出发这个节目 信我哥哥真个轰 其实我哥人真的很好 我希望我哥哥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一定会的 等等 赵蓝 你今天多大 我今年22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给一个人争也是争 不是 我就 我就当时想过 这一点好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怎么也得哥哥先成家 再轮到这一点 我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 哥哥是因为我的原因 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搁下了 我就想着哥哥要是不结婚 我也不结婚 一个当弟弟的怎么能在哥哥前面结婚呢 赵蓝 你太传统了 我们现在谈的是恋爱 俩人同时恋爱是可以的吗 对不对 这话我想想就想笑 一个人争也是争 就争两个吧 对啊 而且你们俩要都交到女朋友了 这个家庭气氛就不一样了 多好啊 多两个人来照顾 现在您是在 您的工作单位是在 邮政局 在邮政局 是一名投地员 对 好的 现在弟弟是一名 蓝州交警 交警 你现在是一个特别资深的红娘 继续 过来人 现在 弟弟是在兰州工作 对 您还在家乡 是 家乡是在哪座城市 在甘肃城 庆阳寺 环县 好 庆阳寺环县 然后现在的居住条件是 单位给的两间房子 好 你自己对另一半 简单的要求就可以 24岁确实很年轻 机会很多 24岁 所以我们那边已经说是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我们这边 如果 像这种大事说的话 我们这边 24岁已经是老牛系列的 是什么 什么 什么 老牛 24岁就是老牛了 对 那他40多岁是什么 你结婚了 不是 你结婚了 我老黄牛 我们那边 就是 我们那边就是 男孩子一般 一到法定年龄 就是 要赶紧结婚 超过法定年龄 比如到24岁以后 他就觉得 可能是你这 人的问题 因为你找不到对象 就想着 是不是你人体的问题 就这样 比较传统一个小县城 好 这样 我先把哥哥的事忙完 单位分的两间房 现在还在照顾父亲 对 在邮政做投递员 你的另外一半 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可以和我一样 孝顺我爸爸就行 首先要是个女的 第一要孝顺 孝顺你的父亲 比你大 比你小 大多少 小多少 这个有一个考虑吗 我 我无所谓 反正我 没有什么条件 我只是希望 我的未来另一半 可以和我一样 孝顺我爸爸就行 不要因为我 家庭的个人 这要 去 我明白 就首先要跟你 要接受你的父亲 对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就是工作之余 喜欢做些什么 适合和父亲一起会唱唱歌 喜欢唱歌 都好 有生活 还有呢 还有就是和父亲一起逛一逛 看看风景 那个轮椅还是你哥哥自己做的 自制的那种 手巧 木质笼椅 木质笼椅 木质的笼椅 那个笼椅就是 人可以躺到上面 可以放平 全是就这么讲做的 后臂可以打下去 可以躺着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说跟你成家了 就是结婚的那个 住的那个新的家具 都可以自己完成 自己做 应该没有难度 可以吧 多好 节约了一笔钱 心灵手巧 爱唱歌 而且孝顺 是 电视机前的您 她24岁 高两间房 你们是环县 环县 下面是 庆阳市 庆阳市 甘肃城庆阳市 环县 我们首先希望 环县的士林女青年 庆阳市的士林女青年 能够关注这位优秀的 孝顺的孩子 中国一句老话 百善孝为先 这一定是个好男人 来 弟弟的事你来 你来帮着把他条件问问 我不生啊 我不是过来人 22岁啊 刚刚工作 现在应该是 还是住单位的宿舍 对 单位宿舍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平时上完班休息的时候 我就看看书呀 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读者 读者 然后就是一些 励志的一些小说 你比较欣赏 哪种类型的女孩子 人好 人好就行 你的人好是指他的 孝顺 然后对 就是对 对我们家庭 不是很挑起那种 然后 会照顾人 假如你和你的女朋友 吵架了 是他的错 但是你们发生争执了 怎么办 你们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老红娘 人家都还没有经验 都还没有谈过恋爱 你就让人回来 实话 真美经验 对啊 真美经验 哥哥呢 他明明他错了 如果他可以向我要 孝顺我的父亲 他错了也是我错了 哥哥就是哥哥 希望电视机前 对这两位优秀的 亲兄弟啊 这个赵磊 这个 赵凯 赵凯 写信的时候 一定要写清楚啊 赵磊 赵凯 跟我们栏目组联系 我们会第一时间 跟你们转达 祝你们早日 找到你们的晴天 谢谢两位支持 你这么一说 这一圈下来 我都问问他们来干嘛了 我就想的是来征婚了 委托人 对 委托人是弟弟 弟弟感谢哥哥 是 这个 有时候话想跟哥哥说 就是感谢哥哥这么多年 对我 以及我们家庭的照顾 确实 哥哥辛苦了 这是我应该的 现在爸爸这个精神状态也挺好 你给咱们这么出息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特别棒 弟弟要送什么歌给哥哥 我想和哥哥合唱一首 我的好亲戚 太适合你了 来 有请 在你辉煌的时刻 让我给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前方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和演艺一起过 酷点泪点 又能算什么 当需要我的时候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 全国人的前路的那个灵灵 不想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如果想过 只想问我 高低低和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心一样 我们的精神 最大的难得 像一枚首 像一首老歌 朋友的心一样 一天还高 低低和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心一样 我们精神 最大的难得 像一枚首 像一首老歌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 爱的力量 在这里呢 要特别感谢 约阳基楼 为我们节目的 每一位委托人 准备的这样一份 幸福礼包 感谢对于我们节目的 大力支持 接下来这位委托人 要用歌声 来和各位打招呼 有请 接下来 我的姑娘 我的姑娘 她也比不上她 我的姑娘 我的姑娘 她也比不上她 比不上她 刘凤哲 来了 我们也来了 来 有请两位小朋友 跟大伙先介绍一下 你是委托人 是吧 你叫什么名字 刘凤哲 你呢 我叫石凯然 不是叫时尚吗 是小名 小名 那你看在这样大的场合 就叫你小名 还是叫你大名呢 我们就像客厅聊天 叫你小名吧 好吗 时尚好气点 好吗 好不情愿的感觉 你们两个这是什么小数名族的呀 土家族 土家族 你也是土家族的吗 不是 我是汉族 你是汉族 那你们这一南一北都怎么认识的呀 我妈妈先到移舱拍MV 我看见这里的孩子太熊了 连玩具都没有 我回到家就跟妈妈说 我想给那里的孩子送点什么东西 所以第二次去大山里拍MV 就认识了刘凤哲 你今年多大呀 我六岁了 六岁 刘凤哲呢 今年十岁 十岁 你们是在哪座大山里认识的呀 特别高的那座山 多高呀 那座真的大山 凤哲是哪里人 宜昌人 湖北宜昌 你是哪里人 我是辽宁景州的 辽宁景州 但是今天委托人是凤哲 你要表达什么样的谢意啊 对谁啊 对时尚 还有我的两个妈妈 两个妈妈怎么说 一个是你的亲妈 还有一个是我的董妈妈 董妈妈 董妈妈是谁的妈妈 我的妈妈 时尚的妈妈 这一下就懂了吧 来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妈妈上场 来 一边一个吧 你好 请坐 这位是董妈妈 对吧 您还记得她第一天回来 跟您说这个事的情形 她想要资助孩子 这个场面 您还记得吗 我相信对您来说 其实也挺惊讶的 是挺惊讶的 当初我们去拍MV的时候 只想给她在童年里 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就是去走进大山 想让她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 我们再看看土家族的文化 没想到她回来 就从家自己玩小车的时候 就跟我说 说妈妈 那个遗传的孩子 什么玩具都没有 我想把我的小车送给他们 就这样 我就听到孩子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吧 我心情也挺激动的 我没想到 就是一次难忘之旅 能触及孩子那颗善良之心 就这样通过当地的爱情掩饰吧 找到了刘凤哲 我们就与刘凤哲相识了 嗯 所以你能告诉我们 你和刘凤哲相识之后 你都为他做了些什么呀 送玩具车 嗯 还有爆风筒 嗯 嗯 就是自己能玩 就是自己能玩的 太多了 能用的能吃的 都给你的小伙伴了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对于六岁的孩子 那都是分量很重的 是 你能说说 嗯 你跟哥哥成为好伙伴之后 资助他之后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哥哥跟我一样快乐 天天开心 哈哈哈 那刘凤哲你跟我们说说 嗯 认识了十项之后 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有 嗯 嗯 他给我带来了许多玩具 有遥控器车 嗯 还有别的 还有衣服之类的 嗯 他 嗯 没在我家里的时候 我很想念他 想问一下凤哲的妈妈 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小伙伴以后 凤哲他的生活 在你眼里有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他的性格 嗯 他怎么说呢 他反正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里很偏僻嘛 而且教终也不变 没有伙伴玩 自从食尚去过之后 然后他就 反正食尚在那里的时候 他一整天都是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的 我觉得对于时尚来说 在这样的一个年纪 做了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他人生当中 很珍贵的一个回忆 我相信哥俩以后长大了之后 呃 回忆以前的这段时光 也会非常的美好 而且希望你们长大 也能成为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凤哲 你今天身上带的是 委托人的这块牌子 我相信你是准备了很多话 要对时尚说 要对董妈妈说 现在你可以发言了 嗯 我要感谢时尚 还有我的两个妈妈 是时尚他们 一家给我带来的许多 我没见过的 嗯 东西 有那个五彩缤纷的那个本子 还有铅笔 嗯 嗯 昨天是董妈妈的生日 嗯 我刚跟时尚学后的包饺子 嗯 准备给两个妈妈包 给两个妈妈吃 很有心的孩子 你有这个心愿 下达了命令 我们也非常认真的完成了 来我们请上道具 嘿嘿嘿嘿 我确定一下 这皮呢 是馄饨皮 你们是包饺子 还包馄饨 这好像是包馄饨呢 是吧 对 馄饨会包吗 会 不好意思我们这听错了 没明白 我是南方人 不太吃饺子 所以准备的是馄饨皮 我倒看看 我六岁的时候还真不会 你别说馄饨饺子 我都不会 我看看 来时尚 妈妈昨天的生日 我看看 孩子这些馄饨咱们自己吃 肉能多点吗 肉能 多了就不好包了 你包的是小馄饨啊 你做生意真的是能赚很多钱的 好 有点干了啊 没事 我们 我们已经还煮 不着急啊 我们当然煮好了一锅的 我们这看看六岁的小宝宝 不错 你把自己手子给包进去了 不错不错 品相不错 他俩造型还不一样啊 这个他对 王冠你也包一个 刘凤哲对 这是你包的 我这看看 看看 怎么样 王冠牌馄饨 最实惠 这是地道的馄饨的药 对吧 包的好吗 多显慧 看看 不错不错 我这也行 你这 你这是小馄饨孩子 凤哲包的还行 好了 我们就这样展示一下 因为 妈妈是在减肥吗 不能吃太多肉 没关系 他们刚才这个洗完手 已经包过一碗 我们待会煮好了 端上来只是展示一下 对 来掌声送给两位小朋友 很棒 好 我们把你们刚才台下包的馄饨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现场煮一下 给妈妈吃好不好 好 来 这真的是他们刚才包的 你看只剩皮了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哎呀 够不够 哎呀 这个画面很温暖 好吧 试试 不管这馄饨包的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我相信 这是妈妈有生以来吃的最美味的东西了 接下来爱要大声唱出来了 奉哲你唱吗 还是时尚唱 时尚唱 你要跟我们唱什么歌 我带来了几个小朋友 跟我一起演唱相亲爱 然后还带人来了 刘宏哲和妈妈再送给大家 来请上我们的时尚的小伙伴们有请 来有请有请到我们这边来 先过来吧 你们都是时尚的小伙伴 手里带来的礼物是送给谁的 刘宏哲哥哥 一下得到这么多礼物 请到这边来 我这手表也还是送给刘宏哲哥哥 你送给人礼物你自己带着干嘛 你看人都包装好了 你看这人超美的 自己先写吧写吧 你送的手表来给哥哥吧 还舍不得呢 哥哥在这边 谢谢小朋友 谢谢小朋友们 特别勇气 凤哲这是过年了 嗯 来 时尚带领你的小伙伴们 爱要大声唱出来 有请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大方雨是梦想的尸巴 当彩虹还没让你连旁 深备手 深备手 大蕾表想要的温暖 深夜 最无限的希望 用微笑回答所有的迷茫 用眼睛扯上有爱的光芒 不孤单的我知道你就在身旁 相信爱就是改变的力量 相信爱是永恒不别的期待 相信爱是幸福的阻碍 相信爱和最美的情愿变起来 每张爱地球还同在 相信爱是永恒不别的期待 相信爱是幸福的阻碍 相信爱和最美的情愿变起来 爱和最美的情愿变起来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是啊 幸福指数我觉得比任何指数都重要 而且幸福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每分每秒都能感受到的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来到我们的现场 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 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下周星期二晚七点半 我们再见 再见 我爱哭 爱笑 爱闪亮的东西 不爱出风头 我不够成熟 但足够真诚 我不渴望变得多强大 只想把最细微的感动都转达给你 我有个华丽的名字 却喜欢简单的幸福 而幸福其实是一场接力 把爱大声说出来 传下去 我是王冠 跟我一起想幸福出发